尖沙咀北京道發生磁窗搶劫名標案之後 令人關注到這類出售名貴產品店舖的保安科技 有保安專家就說最好在天花板 眼睛水平線位置和大門三處安裝閉路電視 就可以從高處和正面拍到疑匪 你裝在I-level的位置你才可以拍到個人的樣子 如果你裝在很高的裝在天花 很多時人躺下頭或者戴帽子的話 你已經拍不到 而很多時如果我是一個壞人的話 我首先會去現場的視察 我一見到你這間公司的店舖 是裝了閉路電視 是裝得很適當的位置 我取而不取難我一定先去第二間 他又建議這些珠寶店 要將閉路電視鏡頭全面推向高清 提升到360度拍攝 一支鏡頭已經是魚眼色 就這樣拍攝360度 接著用software把它變回四架畫面 但360度就要裝在天花 你才可以360度 你裝在長都可以 但就變成180度 他又說現在的警鐘和閉路電視款式很多 由幾千元到幾萬元的都有 店舖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和環境安裝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